开始 你说话再说 其实牟川他是我的养父 他从小给了我很多的照顾 因为他我拥有了父爱 我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成长 然后他在我眼前就是一个 像真的是像父亲一样的人 以后我也不跟你做 你还吃你不准吃这可能我做的菜 以后我都不会再给你做菜吃了 我好听啊 辣椒也很好吃 嗯 哇 这辣椒也很好吃 这辣椒也有辣椒啊 嗯 嗯 谁穿啊 你穿呢 上去 老爹 中个净筹了 我们两个拍的时候 有时候 在身体语言里面都比较顺差 可能其后你真的有一种 妇女的爱在里面 我只把她成为我的女人 开始 你今天为什么我不打他 我打他不是犯错吗 就是给人家欺负 什么劲力都不重要 只要以后有人欺负我 我就一定打他 好的 长大了之后 慢慢慢慢的在摩世经历了很多 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 慢慢发现自己身边 最爱最爱的那个亲人 那个父亲 好像是突然变成了魔鬼的那种感觉 那一刻他是无法接受的 好 大家就停了 Pause 3秒了 电话响 我不叫 其实我家都不开干你 你来这 小叔 不用我走 再叫 那你去人生下 可以 对 你看这 你带了这几个 我都跟你们相信 VX家不光是可以承拨 还是很危险的电子排除武器 你跟我说是 你到底是不是第一次的人 他还是他的养父 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然后一边是自己的爱人 一边是自己的父亲般的一个亲人 所以那一刻其实我觉得 对子萱来说也是一个挺残忍的一个选择 你始终没有说出过天心身边的一个名字 你始终没有说出过天心身边的一个名字 甚至是连一个 有用的线索你都没有说过 你还看我怎么样 你是坏了吗 我没有 你从小的来 什么事情都听我的 你特别疼爱我 什么事情都站在我这边 他因为我好不饿 华哥经常会教我演习 会跟我教他的一些想法 他会说这样子可能会显得更有妇女情节的那种感觉一些 他都会跟我说你这种时候你盯着我 就是他有在教我的 所以在他身上其实也学到了很多 好 好 ok 来 来 来 开始 开始 好 酱